模型与图纸的联动 对比传统的施工图 其中layout最大的一个优势呢 就是模型和图纸联动 我们修改模型 图纸自动被修改 现在我们以这个小案例 释放一下是如何实现的 现在左边的是layout 右边的是sketch out 我们修改一下桌子模型 来设计成带圆角的桌子 修改好模型之后 我们必须保存模型 我们回到layout 模型呢会自动被更新到layout图纸上了 我们把标注重新连接到模型 现在我们修改一下桌子的高度 我们把标注重新连接到桌子 是sketch out模型与layout同步的原理 我们把标注重新连接到桌子模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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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利用这个基本原理 利用这个基本原理 我们可以套用到更大的方案模型中 去实现整套的施工图纸 包括平面类的图纸 包括平面类的图纸 利面类的图纸 以及大样类的图纸 以及大样类的图纸 请 goods